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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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女性 proprietary 底 drops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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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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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制裁或者是一些緩制的措施 那當然會 我們現在就是說 剛剛說我們會密切的觀察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這件事情 會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那當發生的時候他有沒有違反我們的規定 所以我就說你要去先想好 因為你不先想好到時候誰負責 是 我們就是按規定辦理的意思就是說 看他到時候發生的事情 我現在我先設想嘛 比如說他不按規定辦理 你要不要審稿 可不可以這樣子做 我今天民主的社會讓你民主 但是你應是不照規定辦理 那我問他不有什麼措施 應變措施 就是說我們有處罰的措施 譬如說許委員 比如說各種不同的狀況 所以現在我無法假設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捕風捉影了 不是捕風捉影 事實上你就是可能發生了狀況 你今天如果沒有去模擬一些狀況的話 你到時候束手無策啊 那我現在告訴你說今天 假設 假設不發生那最好啊 我們希望假設不發生啊 但是假設發生的時候 文化部有什麼應變措施啊 沒有這不叫做應變 就是按規定辦理 按規定辦理 比如說他如果是整張報紙 就叫做三進都市報 那當然是整個的撤銷 以及處罰的問題 那如果說他是用一個版面 他有沒有用三進這個字 或者沒有用三進這個字 所以完全要到事實出現了之後 我們拿到報紙來 然後在我們裡頭開法規會 去了解要怎麼樣處置 所以現在我們不可能天馬行空去假設 沒關係啦 不是啊 為什麼我們會提到說 職棒打假球我們要怎麼預防 萬一他有可能打假球 你不能說他等到他打假球再來講啊 所以現在就是 對我們就是說 現在新聞紙完全沒有開放入口 沒有開放市 所以我就說 今天如果假設他偷跑的時候 文化部打算怎麼處分 我希望你備而不用嘛 是 對不對 但是你不能不備嘛 是我們有備好 因為備好的法規在那裡 就是台灣地區 就是人民關係條例裡頭 他也有明確的法則 所以就是看到說 他是出現什麼狀況 我們用什麼法則 就是這樣 所以法則都已經準備好了 他 對都在 都在 那我說最簡單 你比如說法則 你可以簡單的講嗎 我就說今天他違反規定脫跑的 你要怎麼處理你 你比如說有一種情節 有一種情節是 比如說他如果是 用了三進這樣的名稱 這樣進來 有名稱的話 那可以開罰 開罰的話他有四萬到二十萬的 這個開罰的這個罰金的數字 那如果說他根本就是報紙整個的進來的話 那根本就是撤銷許可 所以是不同的情節 有不同的做法 OK 所以就是說 我們如果認為他太嚴重 我們就是撤銷 對不對 這個OK嘛 對 我覺得文化部做得到啦 當然 而且那個又有時間性 快刀斬亂嘛 又有時間性 沒有問題 比如說你今天發現他太嚴重 發現他太嚴重 幾天你可以決定要撤銷 我們就是走一定的程序 然後就會處理 不是我現在問部長你了不了解嗎 你幾天可以撤銷嗎 我現在了解 我不能說幾天 因為我們這個還到時候還需要跟 比如說跟陸委會 也有公文的來往 但是還 就是說 許委員 你比如說我們前面已經處理過的事情 你比如說是大陸的 大陸的現代集團 當我們發現他事實上是要在 在這個台灣落地出版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處置 這個時候我們要先到投審會 就我們走那個流程 到最後確實是撤銷他的許可 部長這個細節我不跟你談 那對 因為我這個細節的處理 我們是有 你現在準備就是你跟陸委會協調好 就是說嚴重的時候 當然如果說不嚴重 或者是他完全遵守我們的遊戲規則 那當然最好 對 沒有錯 那如果嚴重的時候 跟陸委會可以先講好 就是說他如果真的是用到一個非常敏感的 不適合的東西 我們就是按規定辦理 是 我知道按規定辦理每個人都會講 我現在說你跟陸委會先討論好 先討論好 比如說你跟他提出警告說你這個不對 我以後再有發生第二次我跟你撤銷 那這樣子 比如說一個禮拜 你們如果先已經擬好一些 在這個禮拜 或以後再發生狀況 我就是馬上要跟你撤銷 這樣子一個禮拜的時間這樣可以嗎 你們可不可以先談好 我們會討論 我們會討論的 我們也希望 我說的就是備而不用嘛 是 但是你不能不備嘛 是的 那這個備的部分 就可以跟陸委會先達成共識嘛 會 不用說到時候公文晚晚 公文晚晚兩個月過去 公文還是要的了 但是我們有一個 當然啦 我們有一個溝通的平台 當然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你那個公文電子公文 處理過去一個禮拜之內 有公式解決 你不要說還要等兩個月等多久我不知道嘛 好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希望請部長跟陸委會先談好 有一個預防性的措施 好 最後 如果要極端的時候 我至少還有個副案 我可以處理 修委員沒有問題 好這樣OK齁 好 那另外呢那個 部長你知道那個世界文外遺產齁 我們現在 日本的料理有申請世界文外遺產 部長知道嗎 呃我不知道他的結果 南韓的泡菜 對我知道 好 有各種的申請 對不對 是 低中海的飲食 中國的豬蒜 蒙古的書法 這個都過了啦 那我希望部長可不可以提一個台灣的繁體制 是 這個可以申請世界文外遺產嗎 呃這個我們要跟我們的生疑的小組委員會去討論 來那個我現在先提出這個要求 請部長研究 是 請小組討論 台灣的繁體制我要列入世界文外遺產 是我們可以討論 好然後我們其實 上一次我有跟部長提過嘛 我們可以跟中國開始談嘛 其實在中國華文化我們台灣是老大哥嘛 那你們十五億十四億的人口 現在大概有十億的人不認識繁體制嘛 好那你們號稱中華文化的大國嘛 我們台灣其實中華文化我們才是大國啊 這樣可以嗎 呃什麼可以嗎 就是 中華文化台灣 你這樣說是不是 當然啦台灣是老大哥啊 我認為台灣是在傳統中華文化上保存的比較完整的 對在國力上 現在的經濟上當然他們比我們強嘛對不對 在文化上我們比他們強啊 是的 要做文化交流我們可以很大聲的講 所以我們文化真的比你們強啊 對 對不對這樣子才會 不會說到時候每次我們跟中國有任何的接觸 我們都是媳婦啊 不是吧 不是 我們在文化上應該有相當大的自信 對吧 說到文化那你看 他們現在的那個書畫 啊 明家 所寫的那個有名的書畫上面是寫簡體字還繁體字 書法那當然是正體字 對不對 都是正體字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正體字 從繁體字跟正體字的比較 中華文化 其實 這個才是正統嘛 對 你們保存中華文化其實不是正統嘛 好 所以其實就是說雖然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但是呢在中華文化保存台灣真的是你們的老大哥 以後對啦台灣要尊重一點啊 對不對 對 好所以我現在正式提出就是文化部開始研究 就是我繁體字要 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是 許委員 中華文化總會 他曾經很認真地推動過漢字的生意 那我們會把他們 曾經推動過的那個過程把它接過來了解一下 好那我說我今天給部長一個任務嘛 我要具體的推動這個事情這樣可以嗎 我們我們會去研究好不好 好那什麼時候可以研究 我就是主題叫做 台灣的環體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要研究多久 這個要研究了之後才知道 因為我們先要把中華文化總會 它其實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就曾經正式的推動了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推動了之後的中間發生的障礙 有推動之後它要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嗎 是的 是的 有我們就必須把前案它從今天的過程了解清楚之後才能做一個判斷 好吧以後 如果我有機會質詢的時候就請部長順便跟我報告進度 我們可以把中華文化總會它前面努力的過程的資料送給您做參考 我現在任務要掛在文化部 我現在不管它中華文化總會進度到哪裡 要選擇也可以 要配合也可以 就是文化部要主導這個事情 我們先 我們會拿回去研究 這是文化部把這個事情主導 這個才是正統啊 什麼叫做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這叫做中華文化 這就是你們不會我們會學的地方 你們怎麼會學的地方 對不對 我們希望說現在中國開始 你們的簡體字其實可以推動回來 學我們的正體字啊 這個我們也可以講得很大聲啊 對 你看那個工廠的廠對不對 是不是整個廠底下通通沒有了 裡面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開文說 為什麼台灣 為什麼大陸的工廠 會倒那麼多 因為中間被掏空了啊 對不對 因為很多簡體是剪得太不像話了嘛 你說你保存中華文化 那什麼都 都掉了 怎麼會保存中華文化呢 好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很大聲的講 我們現在台灣要推動中國 推動正體制 那我們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然後我們再推動回去 我們希望你們 要好好的 把這個 我們傳統的中華文化把它學起來 好 所以這個是 將來我們文化部講話 就比他們還大聲啊 對不對 好 希望說這個 文化部將來可以有這個進度 也持續的跟我報告一下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待會兒去研究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希望文化部回去檢討一下 就是那個 那個文資 文化資產啊 我們的一些資料 文資資料 我們有資料庫嘛對不對 在建立中 部長有沒有上去看過 還沒有 還沒有 對 但是同仁會跟我報告 我弄一個最簡單的給你看 就是我們的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第一 這是黃埔軍校的簡介 沒關係 你大概看個樣子就好 這個圖 什麼時候拍攝的不曉得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拍攝的助記 不知道 好 那這個內容呢 我再跟部長 建立一下 這個木的 內容其實很簡要 然後包括那個 大象林王的故鄉在黃埔 這個對觀光才有價值 這個要寫進去 好 那另外就是說 應該要有中文 除了中文之外 應該要有英文或者是日文 等其他語文 那外國人要來他才有機會 這些都沒有 那這個是我們最簡單的 再從上面 download下來的資料 比較頻繁 比較簡單 那希望說 剛才講的這幾個 這個幾個建議 那文化部可以在這部分做加強 是這個資料庫文之局 可能這也牽涉到預算 他們正在做一個檢討 好沒關係 就是先檢討先改善 對是的 好謝謝